第2254集 天兵北战 还有东黄也要及时折返东黄天安排事宜 最主要的是也得正式放出一个尊奉楚阳为穷霄玉座的补充声明 为九帝一后中其他的人做出一个表率 而且要理由充足合情合理不显得是被逼迫的 否则那天却岂不就成了天兵阁的一言堂了 雪雷汉本人对此安排相当的不满意 原因之一自己居然被自己当枪使了 虽然心甘情愿却也有些不大舒服 这心情真的是复杂至极 原因之二呢 也是非常难以容忍的 自己这边才和心儿建立关系 正期许着能够进行更深层次更深入的交流 而且希望很大了 可在这么好的时机 你让我回东黄天 让我们这对有情人老眼纷飞 这还有没有点公理道义 人情本分了 真是事可忍受不可忍了 东黄陛下一声长叹 觉得人生离散无常 事事难以预料 充满了离仇别许 世上最难是相思 老眼纷飞更相思 相思才知 相思苦啊 东黄陛下想要写首诗 可搜尝瓜度 只是吟出了这么几句不着四六的句子 就难以为继 因为他的屁股上 已经被满面羞红的妖后 狠狠踹了一脚 随即 妖后陛下也飘摇摇而去 留下一句恶狠狠的话来 为老不尊的 我让你相思 众人看着被踹个大马趴的东黄陛下 想笑又不敢笑 对啊 就是你让我相思吗 东黄拍了拍屁股坐起来 丝毫不以为意 一脸的若有所思 这下终于是大家都小喷了 只是东黄富匪归富匪 东黄天还得回啊 现在 尊奉楚阳为穷肖欲坐这件事 乃是重中之重 那些花钱月下 你浓我浓的 等有功夫再说吧 除了东黄妖后赶回各自天地之外 谢丹琼也星夜赶回了墨云天 还有继莫罗克迪描不通 也同时出发回到自己的天地 准备大干一场 可不能让孤独行 董吴商等人专美于钱 尊奉楚阳为穷肖欲坐这样的好事 怎么能缺了自己一份呢 只不过相距了很短暂的时间 大家就心流云散 各奔东西 而整个天下 包括赤北天和南极天 浮屠天 都开始发布了类似的声明 追杀云上人 毁灭圣皇宫实力 围剿万圣真灵 宁罔 勿 至此 整个九重天 却彻底的没有了 唯我圣君云上人的立足之地 而这一切 都在大战之后的一瞬间 就彻底全面的爆发起来 墨天机组建了天机情报部的威力 一致如斯 恐怖如斯 当墨天机与楚乐尔另两位有情人 一道连位离开的时候 墨天机说道 这次啊 基本上大家都是各自为战了 而且大家彼此都不能兼顾 所以我已经传下消息 什么消息啊 楚阳问道 这消息就是 大家都要各自占领一方天地 占据成功了 就算成功了 有了基本底气 而将来决战紫霄天 那就看谁的贡献更大了 墨天机神秘的一笑 这个贡献度 可不仅仅是说说啊 里边另有奖惩呢 不过 老大你和我可以出外 不参与这个竞争了 楚阳压然道 诶 凭啥你可以出外啊 楚阳有些纳闷 自己被各位兄弟推上了 所有天地的寓座 自然是可以出外的 可墨天机他凭什么出外啊 不怕被群起而攻之吗 因为我已经有属于我自己的特殊势力了 还是那种永远不会衰弱的势力 墨天机淡淡一笑 充满了自信 情报亡国 在这个领域中 我将是不可战胜的 无可匹敌的 所以呢 也就不跟大家抢那个什么了 天机大地啊 已经名副其实了 难道 老大你不觉得吗 楚阳文言 轻轻的一笑 诧异尽消 这话说的也是啊 墨天机现在的情报亡国已经彻底成型 只需要一个号令就可以令到九重天阙同时震动 的确也不需要占领什么具体的天地领土了 此外 墨天机这句话还隐隐的表露出来 楚阳等人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我们 绝不可能与九重天阙止步 以前是九重天 现在 是九重天阙 而未来呢 却将是更加广阔无垠的领域 我们 将来势必会前往更加辽阔的空间 如果是有了天地 自然就有自己的责任 千万了 其他人或者可以随时抽手 而走 一走了之 只有墨天机不行啊 墨天机就是那种 只要我做事 就一定要做到最好的人 这骨子里头 其实就是一种强迫症 为了不让自己这种强迫症发作 墨天机干脆就退出这次的竞争了 也避免了自己将来不舍得走 那种尴尬的结局 墨天机组建的天机情报部 实际上也是个势力异常庞大的组织 单论影响力的话 更在天阙任何一方天地 任何一股势力之上 只不过这个情报组织有个好处 那就是可以在没有墨天机的情况下 仍旧运作 固然有了墨天机效率更高 可没有的话 也不至于会全面冰消瓦解 而达到这样一个状况 未尝不是墨天机刻意营造出来的 因为墨天机对自己 对楚阳 对一干兄弟们有着绝对的信心 自己的未来 众兄弟的未来 绝不会止步于九中天阙的 等到咱们兄弟下次重逢的时候 应该就是在那紫霄天 天魔镇前了 墨天机微微一笑 楚阳沉思着 或许 与圣君的最后一战 还能聚一次 不 这个可能性不大 就算相聚 也不会聚得这么全了 现在的圣君 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分量 不值得咱们全部聚首了 这句话 真是口气大到了极点 一代为我圣君 居然在墨天机的口中 也失去了被围攻的资格 可所有听到的众人 却没有表示反对 因为事实如此啊 大家都已经是最巅峰的一群人了 墨天机微笑着 看着墨清武 小妹 哥哥不在你的身边照料 你可要多保重自己啊 墨清武乖巧的点头 楚阳不耐烦的说道 说什么呢 我老婆我自己会照顾 不用操心 你赶紧走你吧你啊 赶紧滚啊 说那些有的没的 有意思没意思啊 你别忘了照顾好我妹妹啊 我妹妹要是受了半点委屈 我扒了你的皮我 墨天机哈哈一笑 携了楚乐儿扬长而去 只听到楚乐儿幸福满足的声音 远远的传过来 大哥你不用担心我 多保重自己啊 被自己大哥这么关心 楚乐儿心中愉悦至极 话音未落 却已经人影不见 楚阳摸着鼻子 心底一阵苦笑 妹子远离 牵挂是肯定牵挂 可我真是不担心你啊 身边有墨天机这种人照顾不说 本身还具备了圣人巅峰层次修为 你还有举世之间 无人可以匹敌的独树啊 我要是再担心你 那就是吃饱了撑的了 与其担心你啊 我不如担心被你绝美容颜吸引过来 想要一亲相责的那些可怜人呢 转眼之间 众兄弟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现场就只剩下了楚阳 紫邪情 莫清武 铁武天 吴倩倩 这一家五口 嗯 还有精灵武神 看着精灵武神充满稀奇的眼神 楚阳叹了口气 啊 走吧 咱们先去天兵阁 安排好那里的事情 然后咱们就去精灵之心 解决生命之全的问题 剑神等人听了 尽都是一阵兴奋 由衷的兴奋 发自心底的兴奋 终于是松口了 精灵族有救了 在这一刻 剑神无限庆幸 上天哪 还是眷顾精灵族的 幸亏啊 幸亏圣君极尽能事的挑拨 让自己前去天兵阁 刺杀紫邪情 幸亏自己世道临头 没有忍心下手啊 否则 要是当时手艺哆嗦 那一剑出手了 想到这儿 剑神就是一身的冷汗 此时此刻 哪里还能谈到什么精灵黄印 生命之全呢 恐怕现在整个精灵族 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吧 那简直是开玩笑 开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啊 内剑没射出去 这除了是上天全顾 还是精灵一族列祖列宗的保佑啊 一行人回到天兵阁 楚阳立即着手分派任务 现在权力练兵是现阶段的重中之重 一切练兵事宜全都交给了孟乌牙和李关瑜 至于杀手训练则完全交给了王刀等人 楚阳的要求就是 正规军队堂堂之师 正正之旗 最少要达到五百万之中 其中不允许出现雍首 更不允许有烂鱼冲树的分子 随便一个拿出去 那最少也要能够单独战胜一头地魔 至于杀手嘛 数量最少不能低于一万人 这个数字是楚阳的最低要求 而且再三强调的一点就是 不管是什么层次的高手 一定要以服从命令为第一前提 任何不服从命令 我行我素 桀骜不驯的 就算圣人巅峰的顶尖高手 那也不要 一颗老鼠屎可以坏一锅粥 一个不听从命令的高手 未必不会成为搅乱占据的不安定因素 对于楚阳的指示 孟无牙严格遵守 牢牢记住 保证不会有半点纰漏 此外 关于现在圣皇宫相关势力之事 孟无牙特意的问了一嘴 现在的圣君 还有圣皇宫所属势力 以及相关联的势力 我们该当怎么样呢 楚阳沉溺了一下 圣君现在很大机会已经逃出了妖皇天了 去到他另外一具分身所在之处 行神归一 恢复自身的实力 伤势 而圣皇宫所有存在于妖皇天的部门 都已经被妖皇天的人连根拔起了 再说那边的基地都已经被毁了 相信圣皇宫在妖皇天残余势力 已经百不存一 不足为患了 你们只需要加强警惕 然后照常训练就行 不用刻意的做什么了 好 明白了 孟无牙点点头 楚阳这样的安排 可谓是最妥当的做法 这里可是妖皇天了 并不是天兵阁完全一家做主 始终还是妖后的地盘 妖宁宁和妖后或者不在乎天兵阁怎么做 甚至会大力支持 可绝大多数妖皇天的妖 还是不能忍受天兵阁太过于宣兵夺主的 第2254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